有粉丝给我进过来一个日本的小手机 长得非常的安卓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值得咱拆呢 注意观察右下角 它有快捷键 这个手机它是可以检测核辐射的 所以说它就有点这个 盖格进入细节的意思了 先开机 开机非常的不快 OK进来之后 首先是一只狗带走 然后解锁 它有一个警告 说你后盖必须的带解 OK 这有一个卡梅拉 比如说这个摄像头 还多少有点青啊 颜色偏冷 然后直接再进入主题 按快捷键 它这边显示个0.09 咱和这个长得正经了 盖格就是去对比一下 烟盖里头放射源 把它放到这 简单测量 这个正经的 它马上就不行了 开始报警了 然后这个不正经的 也不能算也不正经 这个手机一样的 这个检测 它写的还需要 一分四十三秒 我可能那边辐射强调了 我等你一分四十三秒 我都熟了 OK一分钟到了 反正这个是可以 瞬间告诉你周边有辐射 这个它它目前写的测量值是0.09 精度是两颗星 然后还可以高精度测试 这个事儿就需要14分 好像没那么零米 没那么零米 因为你看 正常这个玩意儿 盖隔技术器 它里边是有个盖隔技术管的 它射箭从来穿过的时候 上下被击穿 然后里边当面就根据击穿的频率 去判断辐射的大小 那这个玩意儿体积 你看明显的放进去一个盖隔技术管 所以这就是我好奇的地方 关机 后面有摄像头 然后有类似于一个触摸解锁的玩意儿 还有一个扬声器 耐接口 破格它是可拆卸的 电池1460毫安时 目前机器有轻微的进水痕迹 然后机器喜欢是107SH 夏普的机器 定制机 然后制造日期是2012年 它是2011年发生大地震 所以说这个东西非常的与时俊进 磁吸板 磁吸板 这谁做的磁吸板呀这么漂亮 每个螺丝上面都有个橡胶垫 非常的细致 然后它在后盖上做了一圈防水橡胶条 看一下这个后盖 做的是有点漂亮 中间FZ线圈 震动 扬声器 然后刚才我说这个 像是触摸的位置 它实际上是个开窗 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它里面是个国外发射接收 多差一拖 这个应该就是它检测核服社的这个玩意儿的吧 开下主板后边 主要看日系手机的设计 这是2012年造的机器 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看上了没落走了 但是有些设计确实还是很厉害的 这部分 扬声器 前面的距离感应器 它侧边的按键 整个是一个排线下来的 用到的是高通的方案 但是CPU在这个设计下面看不到 东芝的存储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 这个玩意儿 里边有一层形容不出来的东西 这里边有两个长得亮晶晶的玩意儿 咱放在这下面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东西 首先上面是IC 然后下面是两个方块 一模样的两个方块 然后中间有一坨 这坨旁边有点金线已经下去了 看一下 软软的感觉 有点像硅胶 但它这个工作原理 我现在没办法给你具体的说出来 不过我可以给你个思路 给你个方向 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 发表于原子能科学技术 2022年的第56期 它的题目是 强辐射环境下 CMOS图像传感器 噪声对相机分辨率的影响 然后这里边论证了辐射 对CMOS的影响 同时 也推导出它们的函数关系 也就是说通过CMOS 不仅可以检测出来 有没有辐射 而且它还可以推算出来 辐射的大小 但这个东西看起来 又不像是CMOS 所以说我不是很确定 只能是给大家一个方向 大家来讨论 大家来讨论 不过这个玩意 就算是能实现的话 我感觉它有没有这种概念 技术管好 OK就这样吧 是CMOS 是CMO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